药局大排长龙,民众说至少可买得到 口罩发售实名制,今天上路 全国各处药局门口大排长龙 只要带着健保卡,就可每人献购两片口罩 如果家里有不转告,请不要急着今天或明天先进 每天限量都是两百片一百 每个药局都一样 但因为各家药局进货时间不一,且还要分装 开始贩售时间不会一致,民众难免小抱怨 可以的话,让里长来划是最好的 不用让民众跑来跑去排队,很麻烦 大部分民众还是觉得,现在实名制贩售口罩 总比之前排队排很久,还买不到的窘境好多了 有比没有还好 又买带就很高兴 可以拿儿童口罩 大哥这边会跟您收10元 那这次帮政府在销售,没有人发卡 毕竟是政策实行的第一天 健保卡登入系统,无法承受大量资料 几乎所有药局都卡卡的 系统现在突然进入维修的状态 可能要再等一下,可能流量卡住了 开始需要2分多钟,很慢 所以慢慢的系统比较稳定 现在大概 1分多一点点 药局为因应突发状况 先发给民众号码牌 下午可再回药局购买 我跑了大概有三十间超商 买了好几天,一个都买很多 今天是第一次可以买的 桃园市长郑文灿也亲自到药局 视察实名登记状况 恭喜恭喜,保护安全 好,走这边 至于花莲地区 今天就要忍耐一点 因为中央误送到外科手术口罩 全数收回重新配送 所以花莲乡亲要中午过后 才会买到哦 口罩接约会到莫屋 目前为开放购买 口罩无法帮忙保留 请自行排队购买哦 18号 19号 突发中心总合报导